不停趕工缝制压力衣 因为八仙沉暴意外的伤患 漫长复健之路 需要他们的陪伴 出院后的恢复期 必须要增加压力治疗 这时穿压力衣相当重要 在痊愈的伤口处加压 用来抑制肥大八块的增生 由于烧烫伤一个月后 将要开始穿压力衣 厂上面对突如其来的痛心意外 预计将要面临一波趕工潮 每一个人的烧伤面积 还有它的状况 不是说马上可以穿着压力衣的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几乎应该是一个月后 可能预估会增加一点 那我们制作时间的话 大约差不多是两个礼拜 拼命压力衣都得量身定做 裁缝师细心裁量 为了就是打造出最贴身的压力衣 陪着商友长期抗战 它会让你就是 这些疼痛减缓 还有就是压巴的效果 不只有压力衣 就连减压鞋 也很重要 因为部分伤患 熬不过最后得面临截肢 如何能够勇敢跨出步伐 医疗级减压鞋 还有鞋垫 可以帮助患者 大大降低疼痛 有业者决定为伤者 尽一份心力 捐赠给八线意外中 需要的伤患 一双要价近三万元 每双鞋都要因应收 烫伤病患脚型打造 为了让他们能够 重新站起来 所以我们就能够透过 取了这个真实的角膜以后 再吸附一个这样的一个鞋垫 然后来帮助他做减压 业者大方宋爱新 还有压力衣厂商日以继续赶工 为了就是让伤患 早日拿到专属辅助工具 让他们更早一步 脱离硝伤出奇的心理冲击 也让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生命 对伤口复原抱持希望 记者理事店李医生何慧荣 台北宜兰采访报道